哈喽,大家好,我是健哥 今天来跟大家分享NLP催眠语法里的邀请 NLP催眠语法是种沟通技巧 它是透过一些特殊语法 让对方的潜意识接受你的讯息 进而影响他的观点或是行为 在沟通的时候 人们都希望保有自主的权利 不喜欢完全接受别人的指令 所以沟通的时候 一旦我们是直接对他人下命令 就会让对方进入防卫的状态 只是我们可以使用NLP催眠语法里的邀请结构 让对方容易接受我们给他的指令 我们来看催眠师是怎么给人下指令的 催眠师在引导他人进入催眠状态时 常使用 如果你愿意的话 你可以闭上眼睛 这句话比起直接说 请闭上眼睛 相对来得有弹性 因为如果你愿意这句话 巧妙地给对方选择的空间 让对方保有自主权 当对方自主做出 闭上眼睛的决定时 他们会认为这是他们自己的选择 而非被强迫 所以如果你是位业务经理 你想要鼓励你的团队 在新的一年 更加积极投入开发新的客户 你当然可以直接下达命令 你们要全力以赴 努力完成公司交代的任务 这样说不是不行 但这样的说法 或许会引起人类心里潜藏的抗拒 或是反驳的情绪 为何我们要积极投入 对我们又没好处 相反的 如果你使用邀请的催眠语法 可以这样说 如果你愿意 我们可以比去年更加努力 来开发客户 最终我们会为自己感到骄傲 这样的语句 给了团队成员选择的自由 同时也传递了 对未来的可能性 这种表达方式 更能够激起人们的动力和热情 同样的 如果你是位销售人员 你想引起潜在顾客 对你们产品的兴趣 你可以这样表达 我们的产品回购率很高 如果你想要试试看 我可以提供样品给你 你用了之后再决定 你要一包还是两包呢 这种表达方式 把回购率 注入到客户的潜意识 同时让他期待适用的结果 又把决定权交付到对方身上 更容易引起顾客的共鸣跟信任 让我们看看 这种邀请说法的应用 如果可以 你可以开始学习AI的技能 这样会为你的事业 带来巨大的发展 这句话让个人自主的决定 同时也强调 这个学习对于事业发展的重要性 如果可能 你一定要坚持运动 这样你的身体就会越来越壮 甚至会更健康 这句话传达了一个讯息 坚持运动 对于身体健康的重要 如果你愿意 你可以提早下班 晚上多花点时间 陪家人说说话 这样你们的关系将会更好 这句话强调陪伴家人的必要 同时也给予对方自主选择的空间 而不是用命令告诉他 你一定要这样做 不做会如何如何之类的话 以上的例子 都展示了催眠愚法中 邀请的力量 这种方式 能够影响人们的态度和行为 促使他们做出积极的选择 祝福大家都能运用 NLP催眠愚法的邀请结构 达到沟通成果 建立更好的人际关系 今天我们就说到这 请大家帮我把影片 分享给有需要的朋友 我是剑人哥 我们下次见